就在我們都覺得這是那時的同時 她說出了一個我願意犧牲的詞 然後我摸著自己不溫柔的波子 你自己覺得這張專輯跟之前最大的不同在哪些地方呢? 我覺得這張就是比較像是 你可以從這張專輯裡面很了解說 這個創作者其實已經開始有所謂的社會意識 哪怕是反社會意識也好 但它開始理解到群體這個東西了 前兩張的話其實它比較像是內心世界的剖析 所以喜歡或不喜歡的人其實都是因為張選這樣子的人 而不是他的思想或者說他所做的事情或什麼 那這張專輯我覺得它比較大方的地方就在於說 它其實是跟這個社會有接觸有互動的 不論互動是一種認同還是一種反抗 那這張專輯其實都有這樣子的成分在 可是當你一下子在第三張 前兩張當然成績很好 可是到了第三張你突然一下子給它這麼大的壓力的時候 給你的聽眾 其實不管第二張成績沒有很好啊 對啊 你很誠實 那我覺得它其實回歸一個創作者 一個應該發片歷程得到的評價 一個瓶頸啦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瓶頸感讓我覺得 欸我可以做一張更突破的專輯 而且我也希望能產生這樣的模式 就是說以後張選不管選擇用什麼樣的形式做音樂 不管是不是每次發片都要再解釋一遍 反正這些東西在他身上不奇怪 就他擺明了就是隨時會回頭唱溫暖的歌 或者是隨時就跳出來打自己巴掌給大家看 就都很正常 對啊 對啊 就在我們都覺得這是那時的同時 他說出了一個 這一首一直都是在我的分數當中很高的 這首歌就叫做就在 我覺得它有一種很像你的感覺 就是灑脫 就是OK我就是這樣子 包含你的唱腔 包含這一次我必須要覺得 Ellergy的編曲 在這一次我覺得替整張專輯 當然有製造了某些的危險性 嗯 因為他們編曲其實有些很大的突破在裡面 放在裡頭 那但是我卻覺得是幫這一張專輯 塗了很多很多 很讓人家覺得很棒的色彩在裡面 你自己會最喜歡哪一首啊 我自己啊 我自己覺得其實 其實我覺得都還不錯耶 當然就是我覺得在錄音的過程裡面 比如說像就在 我覺得我自己以後當製作人 可以在收音的部分 可能更再講究一點 它聽起來可能會穿透性更強一些 但是我覺得以編曲的架構來說 你像島嶼銀煙啊 或者是 Love New Year啊 或者是你聽到就在 我都很蠻喜歡的 嗯哼 對我覺得他們都 都有新的特點在 然後也都跳錯出 就是比較知識化的 華語流行音樂會做的事情